新冠确诊人数也飙迫了10万 而死亡案例当中 有三成都是拉丁美洲裔 因为他们从事的大多是 大众运输这类属于 必要工作的服务业 和人群之间密切接触 感染首当其中 却又没有足够的医疗保险 因此就成了受害最惨重的一群人 也曝露出纽约当地 贫富不均的残酷现实 请看公邦华林资会 来自纽约的报道 她是卡丽达圣迪亚哥 在纽约地铁当清洁人员 因为感染新冠在家中猝死 24个小时之后救护车才来 她是史考特威廉 在布朗克斯区开巴士 他们只是纽约大众运输局 41位因新冠死亡的两个例子 当纽约州终于公布 目前死亡人数中 族群分布之后 居然是拉丁裔高居首位 再来是非洲裔 两者加起来高达62% 如果以确诊人数来分 皇后区最多 再来是布鲁克林以及布朗克斯 就拿实际采访的情形来说 好了 在曼哈顿中东城 这个裁剪中心 没有什么人 但是在皇后区的 Ermhurst 却是大排长龙 这是什么原因呢 答案很简单 这个邮地区 人均收入一年11万美金 这个区呢 只有1万美金多一点 在皇后区中 四个拉丁裔群聚的区 加起来就有7间多确诊 他们很多都是 从事最低层的服务业 以及劳动业 很多根本没有医疗保险 我们经常关闭了这个群人 甚至在疫情中 对于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纽约市长白思豪 实在看不下去 他表示将在本周内 与纽约市五大区域中的热点区 各设一个新冠快筛中心 这其中为数不少 是所谓没有文件 也就是非法移民 他们也拿不到中央的补助 那么除非政府能够 帮他们负担医疗费用 否则只是多几个检验中心 对他们的困境是 于事无补 记得光芒哈 林姿慧 纽约的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